此人参加完中国好声音 获得了超高演技之后 这首歌也火了起来 李戴默是一个本身具有实力而自情感丰富的歌手 除了犯的错误之外 在音乐方面的认真程度也是很好的 抛开错误不谈 其原创音乐的水平也有一定的高度 在参加完中国好声音 获得了超高人气之后 又做出了另外一首不错的歌 虽然相对小众 但这首歌的表达感情十分到位 做词编曲都很棒 整首歌具有正能量 而且有灵魂 唱出真实的现实生活 有能够服输不低头 但勇于挑战困难的人生态度 能表达出这种意义来 对于一首歌来说已经足够了 或许在一些时刻 他的某一首歌 就会成为那段困难时候的精神之主 写实并且略带悲观失望的色彩 拉近了歌手和听众之间的距离 彼此的心贴得更近了 一个歌手只有在真正能体会到那些听众的生活状态的感受的时候 真正能站出来替他们说话 替他们分忧并给予力量 那一定是最好的音乐 音乐的目的就是拉近彼此的距离 这首歌做到了 骨子里的我做到了 和听众之间的情感共鸣一触即发 在任何一句歌词一句旋律 勾起那痛苦的回忆时时鞭策 这自己要更加努力的去面对 去认真生活 心命过挣扎过之后方才见得到通向光明彼岸的钢口 手里还握着胜算 一定要充满鲜活的能量和动力去爱 去努力 骨子里的我歌词写得很扎心 用最简单朴实的语音冷漠 那描写着遭遇到的一切困难 这种体会不到任何一丝温度的冷漠 更是让人难过这困难的压迫程度 早已对这个作词人存在的习惯了的伤害 假装习惯了的宽宏大度 实则是痛不欲生下的毫无知觉 那时候的自己 七七惨惨七七 独自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打拼广大 一雄二白的四处碰壁 周遭的白眼和背后的闲言碎语 打击着年轻的奋斗者的心 好像再也没有什么理由 可以支撑的你继续走下去 平淡无奇的世界上 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 如此简单透明的一个人 被伤害的只剩下一枪孤朱 沉思冷静下来 权衡利弊 还是决定坚持自己走下去 既然眼睛中的泪水还没有流干 既然还有高傲的灵魂 那也就不再害怕重头开始了 重新来 还有胜算 露宿街头的夜晚 吃不起饭的时间 丢掉了人的模样 一样难堪 如此平凡简单的一个人 还在坚持着不放弃 想必他的骨头肯定很硬吧 天生应该就是二骨 不想飞 宁可用脚去追 去流浪 去寻找新的希望 未来的你终将会发现 慢慢习惯孤独 懂得了拒绝别人 懂得了放空自己 但是我贴良的没力了 沒禅快 我贴良的 不得了